珍惜换口味 我们来测鸟 不对 我们来一句先知 俗话说得好 连在带了什么鸟都有 更改后的精怪 它小连鸟都是有皇冠的鸟啦 了了啦 然而五方队友坚如磐石 宛如台山 我们趁结让是追赶迷之自信的队友时 再回去接着盘间接 万万没想到 对方还是个贱一个爱一个的小伙计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测鸟好了 在成功躲过一场后 对方也不敢示弱 紧接着又是一级龙虾式打法 现在这已经不是一刀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解创是脑袖成功之后又是一级龙虾犬 趁现在送你一个把子 顺便再接着蹭个鸟 进来我就收 了了啦 趁结让追赶队友时 我们接着盘点机 是时候送出我的第一只鸟啦 去吧皮卡销 这就在剩下两台机时 猛师还是倒地啦 我们火速赶往现场 等对方做队友上椅子使我们接着用藏鸟的方式一边建议 哎呀 我们假装救人虚晃一下 哎呀我走哎 不慌 我们进去藏鸟 眼看队友即将半选 我们直接一鸟扛到救人 趁现在赶紧救来队友 让队友再次倒地 我们继续找机会救人 随即我方出发再扛下一道后及时救来队友 我们陪我队友再送一只鸟 趁两人中选时我们抓紧时间继续修计 从里面上的身影可以看出有成功淘汰啦 趁这个空气我们再接着撞鸟 告辞 让队友不甘心吗 也要加入到战斗中啊 然后就 趁现在 我们直接一个带现在 不用猜此处的结状 是一定会紧定是结实不放 我们把刚刚猜来的鸟 直接送给队友 嘿嘿 这种即将送鸟的操作 你们学会了吗 虽然队友还是被送上椅子 但就三人成功逃脱了 再见